美国海军迈凯恩号导弹驱逐舰 2月5日进驻南中国海争议水域 帕拉塞尔群岛附近进行自由航行 这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的第一次 在过去的一个多星期里 美国国防部因应南中国海局势 决定把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 从中东调往印太地区 它与罗斯福号航母舰队 和常驻日本横须赫港美国海军基地的 里根号航母舰队一起 形成了三支航母舰队 同时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的 不同寻常的局面 中共对美国军舰不断在南中国海中 中方控制岛屿附近的活动非常愤怒 声称自己拥有那里无可争辩的主权 并谴责华盛顿故意制造紧张局势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在帕拉塞尔群岛附近水域 宣示航行权力和自由符合国际法 美国前总统川普两度面对弹劾 但最新调查显示 假如他离开共和党另起炉灶建新政党 将有相当比例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愿意追随 这份调查是国会山报与民调机构 Harris X上月28日及29日时 对美国945名登记选民进行的 当中340人自称是共和党 调查结果显示共和党籍受访者中64%称 会加入川普成立的新政党 32%更称几乎一定会 只有36%称不会转党 在独立级民主党籍选民中 分别有28%及15%称会为川普转党 Harris X行政总裁内少表示 虽然川普被反对折止 上月初煽动支持者闯入国会山庄破坏 但调查反映他的政治能量依然很强 又认为川普假如真的阻挡 该党会超越共和党 成为美国第二大党 截至周四罢免加州州长纽森 2020联署活动已获得140万个监名 并受到多位共和党人支持 主办单位期望在3月中旬前 达到150万人联署的门槛 周三前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 道格奥斯对罢免纽森活动表示支持 并透露有意参选州长一职 若针对加州州长纽森的罢免活动通过 奥斯可能会参加罢免后的替补州长选举 或是挑战纽森于2022年竞选连任 根据报道 奥斯认为加州长期的防疫禁令 致使中小企业和公立学校关闭等 加速了罢免声浪在民间传开 除了奥斯之外 圣地亚哥前共和党市长福康纳 已宣布将参加竞选州长一职 而纽森与2018年竞争对手 共和党籍商人约翰·考克斯也表示 若针对纽森的罢免获得投票通过 他将参选替补州长 英国广播公司BBC2月5日发表声明 驳斥中方有关针对新疆在教育营性侵问题的报道 是假新闻的指控 强调对华新闻报道秉持准确而公正的原则 据自由亚洲报道 BBC日前采访多名曾在新疆在教育营 遭拘禁的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妇女 其中一名目前已逃至美国的维吾尔女性表示 教育营每晚都有女性被蒙面男子性侵 自己曾遭受户刑并三次被轮奸 另一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女性则表示 她曾被拘押在在教育营18个月 并被强迫地要求脱光维族女性的衣服 给她们戴上手铐 然后把她们交给中国男人 英国外交国务大臣亚当斯表示 任何看到BBC报道的人都会因明显的恶行而感到震惊 英国将继续与欧盟和美国一起 就新疆人权问题向中共施加压力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三日谴责英国广播公司的上述报道 是毫无事实依据的抹黑诋毁 并要求BBC公开就此道歉 中共官媒中央广播总台国际在线 国际瑞评栏目2月4日发表题为 《新疆好不好?眼见为时》的评论文章 文章说 一份名为新疆免纺织行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文件 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 报告指出 调研中93.2%的员工表示 通过现场招聘会 亲友推荐等方式 自愿选择进入免纺织企业务工 同时 百分百的员工说 可以在上班期间自由喝水和如测 上班期间可以自由地喝水和如测 国际瑞评的这一说法 在网络上引发了热潮 一些万维的网友表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下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权标准呢? 近年中国演艺圈风波不断 对此中国演出行业协会2月5日发表 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新规 列举15条要求艺人应自觉遵守的规范 规定包括演艺人员不能宣扬 淫秘暴力赌博毒品等黑恶势力非法活动 假唱假演奏等欺骗观众的行为不能出现 也不能以违背伦理道德破坏公序良俗的方式博眼球 此外内容还明确要求 艺人热爱祖国不得行危害国家统一和安全 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损害国家利益之行为 近年一公布马上引起了中国网友的热议 不少人表示支持 但也有人提出质疑 这样看下来没有几个执行标准 央视带头假唱要怎么算 标准到底是什么 怎么样才算劣迹 看来是党不喜欢的都给封杀 此外还有人痛骂 会不会管太宽 凭什么你们来定规矩 你们的权利从哪里来的 你们行业协会就是把自己当国务院了吧 你们算什么东西呢 全球新冠疫情延烧 近期更出现英国变种病毒 南非变种病毒引发恐慌 对此牛津大学2月5日发表声明表示 牛津疫苗能有效预防早先在英国肯特发现的变种病毒株B117 根据路透社报道 牛津大学的声明指出 牛津疫苗首席研究员波拉德表示 他们与阿斯利康合作研发的新冠疫苗 不但对造成大流行的新冠原始病毒有效 也能预防传染性更高的英国变种病毒 牛津疫苗的联合开发研究员吉贝特则表示 即便如此还是需要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变种病毒做好准备 指目前他们正优化生产线 寻求方法更快速地修改现有疫苗 以随时应对之后可能出现的病毒突变 法国宪法委员会2月5日批准了法国反华违法 据法新社报道 委员会认为相关立法机构希望保护移动网络 免受第五代移动通讯提供的新功能 可能引起的间谍盗版和破坏的风险 以达到维护国防和国家利益和安全的目的 宪法委员会在新闻稿中补充说 这些规定执行了保护国家基本利益的国有宪法要求 对此法案提出抗议的法国电信运营商SFR 和不一格电信将不得不在未来 拆除已安装的华为5G移动网络天线 华为5G技术是全球领先者之一 但被美国指控可能涉嫌为北京从事间谍行为 华为一直否认这些指控 强调成立30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安全问题 同时也反控美国的目的是要消灭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 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确在任内就使用华为设备问题 向欧洲的盟国施压 英国和瑞典分别于去年7月中旬和10月底 率先明确表态 将华为几乎全盘排除在5G网络建设系统设备外 美联社引用美国射击运动基金会数据指出 美国1月份的枪支销售量突破200万支 比去年1月的120万支销售量增长了75% 成为历年1月的最高销售记录 据FBI通报上月执行的持枪个人身家调查案 共计430万件 是联邦调查局在20多年前成立 持枪者身家调查系统后历年1月的最高记录 也是历年单月记录第四高 历届美国总统大选时 美国的枪支销售量都会激增 由于美国民众担忧新政府可能更改拥枪相关法律 民主党级总统拜登竞选时的其中一条政见就是 实行更严格的枪支管制 禁止民众持有突击步枪等威力较强的武器 美国射击运动基金会发言人奥利瓦说 民众担心未来拥枪权会受限 能买枪就先买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无微博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